市場變成一個文創四幾幾塊 我們打開了106號 去年辦二十幾場的藝術的發表會 打開了72號 讓它變成一個七十二 變成一個當代藝術空間 街上放了很多的雕塑品 而且西宏老街的工庫 其實它是有一點點的 仿巴洛克式的建築 然後在1937年做實區改正的時候 把以現代主義的建築的形態進來 很難說得清楚的說它是什麼是什麼事 這樣 那讓老街的風格再強調一點 我們希望就多一點點的藝術進來 因為藝術這個東西 它可以提升人的性能 那在現在那個設時間點 我們不是只是要保存舊的東西 我們還要把當代的氛圍放進去 當代的文化繼續在走的這個東西 可以從我們現在開始而住 所以西宏老街以後呈現的樣看 希望是 最近我看到的一句話 我們是朝向一個 可以吸引文化工作者 可以吸引藝術進來的一個接到 我們希望是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自己認為 吸引力會在大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講年輕人 大家都希望年輕人可以落腳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老街上面應該不是只有老人家走來走去 對不對 老人家來電影會掛電影像我 年輕人應該會喜歡這個地方的話 那什麼東西會吸引他呢 這是我們現在的努力要營造 所以這個房子比較不錯 那前面第一季呢 我們讓他就恢復原來的茶葉店的風貌 二樓呢 他是一個畫廊 我們定型辦一些 就是專理的展覽 那後面這邊是家屋 那家屋的二樓 他樓梯都很陡 那很陡 樓上修好樓 能做什麼 我去做古金銘術 包鬥一個晚上一萬元 都會 但是很貴嗎 嗯 一樓二十 凡早餐晚餐 一樓二十 可以睡十個人 一個人是一千五 這樣很貴嗎 貴啦 對不對 哦 不會很貴 一樓二十一個人一千五 包鬥 就是第三進 所以你們能夠看到的地方 幾乎都可以用 廚房可以用 廚房可以用 適定藥是可以用 二樓全部都可以用 上面是三個房間 啊 一個戶外的喝茶區 有衛生設備 這樣子 各位有勝趣 等一下你會上去看一看 好不好 那這個 這樣子的 長屋的形狀 今天大家都參觀過很多 臺灣的老街 大部分是日治實習 去建設出來的 那日本人為了把人物聚集在一起 會把我原來鼎視建築的那種基礎空間 翻行跟改成 戲長情的強烏 我們建築形態 那家裡不夠住了 還是要三世代同堂啊 東國人的洗水呢 不夠住就往上重發展 就變成兩隻後三層 這樣子的基礎空間 這樣就這樣看 那 那 台灣人也比較 清潔一點 所以呢 這個房子 你就明目瞭然 可以看到 外面做生意 上面空間 中間左右兩邊是裴茶間 中間是小包裝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架風區 那後面這一個第三層呢 它就是居家合的狀態 我們是商工住 三層合一的一個 平常的生活空間的感覺 從外面到裡面 中文長 中文長這個情況 那這個是就是 失去改正 國旗界為一套刑警的樣子 本來前面 有八十三年的歷史 後面有八十年的歷史 那套刑警 一九三二零代 一九三二零代 後面是一九三零代 他拋前身體 以前靠前做身體 那後面是不出來 原打後面這個翻新北方子 他還是一個 以前的 傳統的民視建築 只是打掉重新蓋 蓋了一個 這樣很漂亮的正義法 天節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現在看 也就很像很多的 西洋的建築的體會比較多 我其中條啊 不會是中國的建築型態 有些像羅馬柱 有些像拜山庭式的一個 一個柱子 但是你看看 那個柱頂上面 他是 威渴 黃馬鈴 他是中國人 為了要長壽的 他們 那一些威渴 他的那個文路 那 呃 我們再往這邊看 女士建築 里面三個月 里面三個月 中間 就是大廳 神明一定要離天比較近一點 所以真的要去 有 大家要去賓館 那左右兩天 我們女士建築 不是有左部郎優惠的 也是一樣的 這樣大廳 左部郎優惠 大部分老邪 他已經一輩子 還不行 我們也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不是 左相反右相反 都一樣 都差不多 只不過是 日本人 呃 日本人接受台灣的時候 台灣日本本土已經在做 他是維新的 那名字維新的 很多東西都去分析 那所以 日本的建築師到 歐洲去學了建築文法 以後 沒有在日本本土去實施 然後台灣來做試驗 那台灣就是他們做 西洋建築 然後建築的一個試驗 這個是全台灣 都我們去走 所以大家會不會想的這麼多 好 好 那各位 呃 因為我看你們眾人的村 還是要繼續走 還是要繼續走 蛤 繼續走 哇 那個人可以帮你 來看一下 啊 來看一下 去 啊 這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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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